大家好,我是小易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科学家企图把人类和外星人的基因结合在一起,创造新的生物品种,不料变形的怪物逃出,四处找人配偶的故事,异种。 故事刚开始,美国一直实施探索宇宙外的生命计划,他们向外太空发射人类的一些信息,不久,他们收到外星人回复的DNA的新排序,然后,他们将新的DNA注入人类的卵子,创造了新的生物品种,它唯一的特点就是生长速度太过惊人,蒙妹子希尔被关进实验室的隔离舱内,因此,决定让两名科研人员往里面注射毒气,终止这项计划。 汪头墙非常惋惜地看着一切,冰伤地离开了,希尔一拳将防弹玻璃打碎,跑出来逃走了,整个实验基地全体出动,赶紧追了过去,不幸,希尔中途钻进火车逃走了,希尔来到小城镇,偷走了一个包,直接再次上了一辆火车,他偷了一些食物,就疯狂地吃了起来,胡吃海喝后,就开始慢慢长大,他的身体分出手,行成卵巢包裹自己,而这一幕, 恰好被赶来查票的列车员碰到,列车员都已经傻眼了,直接成为希尔的食物,过了段时间,希尔从虫软爬了出来,与此同时,光头墙召集几名人员来追杀希尔,他们分别是心灵感应者小黑,人类学家卷毛,生物学家金发妹,特工愣子。 光头墙就将此次的任务介绍了下,几个人开完会,就立即行动,开始追寻希尔,并准备杀死他。 另一边,希尔也真正长大成为一个情情欲利的长腿美女,在大街上,希尔受自己体内基因的驱使,异常迫切想要进行物种交配,繁衍下一代,但希尔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 晚上,希尔找到一间宾馆,看到电视这个场景,就明白自己打算该怎么做了,他就来到夜店,想找个男人交配,在这里,希尔果然遇到了一个帅哥,一番挑逗后,帅哥就将他带回了家,但万万没想到,宾馆老板刷了希尔拿列车员的信用卡,于是,光头墙几人,赶紧赶到了夜店寻找希尔,愣子在保安口里,了解到谁带走了希尔。 另一边,男子刚洗完澡,正准备办事时,希尔却感觉不对劲,想提前离开,男子就觉得箭在弦上,要来硬的,与希尔一接吻就被杀死了,光头墙赶到男子家中后调查发现,希尔可以预感到配偶的疾病和基因缺陷,短方面也证实了男子患有糖尿病,第二天,希尔走在路上,被一辆车撞了,司机带他去医院检查后,医生发现希尔有快速恢复功能, 希尔便和司机回到家,便急不可耐的想要交配繁殖,但司机却不想要孩子,希尔打算用水淹死司机,此时,愣子和短发妹追查到此处,发现了司机的尸体,希尔认为自己必须甩掉这几个人,于是就绑架了一个女子当做自己的替身,捡了一小段手指当做化验品。 他设计一个假死的计划,让光头墙追踪到这,亲眼看到自己掉进悬崖,车毁人亡的场面。 不出意外,光头墙团队开始在酒吧喝酒狂欢,希尔剪短,并染了个发再次接近愣子,但愣子和短发妹在这次行动中暗生情愫。 两人偷偷来到房间内狂欢,希尔就偷走服务员的钥匙来到房间内偷听,这时,卷发回到房间发现了他,希尔本就打算要交配,和谁不一样,于是,希尔与他发生了交配,刚做完,希尔就感觉到已经怀孕了。 与此同时,小黑躺在床上,预感希尔没死,他来到卷毛房间,预感到两个正在交配,小黑就把团队都叫过来,正在撞门时,希尔直接破墙而出,于是,几个人就拿起武器,追到下水道。 光头墙在独自搜查时,被一行拖到下水道杀死了,接着,一行找了地方,艰难产下了儿子,儿子也在吃掉老鼠后,变成了一行。 此时,一行跑出来,准备吃掉小黑进步,小黑直接把一行给烧死,掉在了下水道,愣子也用枪击刷掉一行儿子,掉在火坑同样烧死了。 最后,大家都以为把一行杀死离开后,一只老鼠吃掉了一行的触角,再次发生了变异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,欢迎前来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